歡迎各位網友收看每個禮拜一次的《金融圈秘密》 何良華和大家主持節目 這個禮拜一定要講最近都比較熱門的香港話題 就是林鄭月娥宣布不玩了 她不尋求連任 就是說做完五年之後就拜拜 由這個政務司司長已經辭職的李家超 就會接力參選 參選5月8日的結果我們沒有二致 雖然都是一人參選的機會很大 當選的機率很高 但是我們都不要講未來的那些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不是一個未來學的預測 我們先講已經發生了的就是林鄭月娥 準備今年6月30號就是第一任入門 沒得再坐下去 再坐一會的權力走廊 這次跟她說再見 接著她去哪裡呢 她怎麼生活呢 因為她已經知道八達通都不太行 買廁紙都不太懂 擔心她會在都市迷途 如果不在香港 離開都市就回到別的地方 她的生活又如何呢 記住她受到美國制裁是終身制裁 是撕不掉的了 請回我們神秘嘉賓 Mr.T 先解一下話 Mr.T 你好 各位聽眾 老總 大家好 開始之前 首先我要先做一些預測 老總 你不做而已 我都要不肯不快 而且你說李家超 什麼出來選呢? 我希望各位市民 香港的市民 都同樣用一個態度可以的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到 這句可以有些兒童不兒呢? 就是用一個老舉埋連的態度 去看看李家超這個所謂的選舉 然後哪個選舉都是 什麼意思?老舉有些年輕的 還是可能不是很懂什麼的老舉呢? 老舉 即是我們現在說是做雞啦 問一下是做妓女啦 是不是? 我說很問的 你突然間 算什麼就算了? 還有誰當選 誰所謂做這個特首 都是賓夕凡尼亞州影印 誰做都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他們的下場 即是離任之後 我也不知道李家超可以做一任 還是做兩任 也不知道的 但是現在眼前就是第一任已經game over的 林鄭呢 要到埋單結帳的時間了 6月30號呢 就是告別禮賓府 好 喂 Mr.T 你又搞財經啊 林鄭據查冊資料 她在香港沒有物業的 香港沒有物業 她一早就說了 那時候說想英國在劍橋亭買樓還是什麼 這個不要管她 現在她買了樓 她幸好沒有買 買了就抓她好運 她可以回英國嗎? 我想都不行了 為什麼不行? 這裡很多沒用 她老公的兒子也有英國的護照 為什麼你阻礙人家庭 自由旅遊啊 你這樣說要解釋一下嗎? 沒有啊 那你現在是被美國都制裁嘛 你知道美國都很兇的了 因為美國都制裁你呢 在財政上那方面 生不如死 我可以首先講講 美國制裁呢 美國財政部制裁你呢 如果你不幸被制裁呢 那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國家層面 一個就是個人層面 我們先講講國家層面 國家層面呢 那時候我遇到一個 我自己親身經歷一個個案 有兩夫婦 想來我們銀行開戶口 一個老婆就是馬來西亞人 那個老公就是伊朗人 初中我不知道啦 但他一提本護照出來一開 咦? 伊朗啊? 我二話不說就不用講了 沒有得解釋 是不開的 亦都不用解釋的 他們心中有數的 後來他再問真碟 為什麼不開呢? 不請問他 不好意思 因為你國家被制裁 所以連累了你 為什麼不開呢? 理論上可以說 我好人好者 為什麼你不開給我呢? 我又不是走私販毒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銀行不想為了一個客人而自找麻煩 只要你是受禁制國家的客戶 他已經當你是壞人了 就算你是好人好者也好 只要美國每年 知道你有沒有戶口在那 他每年問你銀行拿什麼文件有關這個客戶 你都要給他 沒得反抗 是沒得反抗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做銀行 你會不會做這個客戶? 也公道這麼說 如果美國人在香港開投資戶口 香港銀行都不做他的 因為情況一樣 因為你知道美國是全球精稅的 是 美國是全球精稅的 就算香港的美國人在賺錢也要給美國稅的 所以投資戶口賺了那些錢 那銀行會很麻煩 因為銀行都不跟你算 也一樣 在美國政府 如果你真的開了這個戶口 他每年問你拿文件 你不能不給 所以我們以前開戶口 一定有利無利要一些客戶 簽一份叫W8 W8就是1,2,3,5,7,8,8 BAN就是BEN 那那個呢 如果你不是美國人就不怕簽的 是美國人就不敢簽的 為什麼不敢簽呢 因為你簽了給我 因為簽了 就是說你願意你或者是美國人 但是銀行一看到你簽這份東西 就馬上不會跟你開戶口了 正如我聽說 你開了美國人的戶口 投資戶口 那你就自找麻煩 因為美國政府每年問長問短 問他賺幾多 輸幾多 顆多少 贏多少 他一定會知道的 而且拿什麼文件都會給的 就是說美國人 美國人在世界上的 global income 那是精稅範圍 沒錯了 所以就說 Histler的層面 Histler的國家層面 不只是影響了國家 也影響了當地的國民 因為他有利無利 把他當作是華人 而且怕你不知道 喂 国家花钱 国家有任务给你 可能是怕这样的 如果说回个人制裁 林郑就不是国家制裁 中共又不是全国都被美国制裁 就是中共的企业 中共没有被制裁 是个人被制裁的吗? 是的 个人制裁林郑 她自己已经两年前都说过 她2020年8月被制裁的 因为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 7月实施港版国安法 一个月之后 美国制裁名单就杀到 林郑和其他11个中港官员 就是总共加上她的11个中港官员 全部都上榜 当时包括李家超 当时还是保安局局长 也当时的警务主席长邓炳强 都网上有名 中联办主任 国安公署主任 郑雁雄 全部都送了 林郑后来都说 我已经没有了信用卡可以使用了 我讲国际信用卡 还有都没有银行愿意开户口给她的了 所以她出粮 是烟糕糕放在她自己的礼賓府 不好意思 路纵 我要跟进你 不是没有银行愿意开户口给她 是没有银行敢开户口给她 是日本的特首 其中一个出来选的人 欧宗杰 我很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外卫交易室做事 突然爆出了 说这个汇业运行和北韩有丫头 不用说了 北韩也是受制裁的国家之一 你和北韩做生意 或者处理北韩的业务 让美国都知道 立刻说这家事以后不用做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也不是很大阵仗 有这些事 一收到收集之后 那时候我在宇宙市大行 立刻在教室里面 那些所谓的领导大喊 好 我们从这一开始 不可以再和这个汇业运行有交往 中之就是全线要 要全线要停业务 不可以再做 就是这样 这些是反应很快的 特别是九亿西那些 因为外汇买买买很简单 喊一声就可以是几千万的 所以这些是很紧张的 他们是不会做的 但是你想想 一遇到这些情况 银行与银行之间 都立刻叫停 好了 那你是林郑 今时今日被制裁 那哪间银行敢和她做生意 敢开户口给她 当然不是说 全民有些中资行 暗瓦底和她开户口 这个我也不排除的 可能美国有时候都眼开眼闭 总之你不会好受 但是也不会说 就是赶尽杀绝 但是遲些不敢说的 你起码 哪里都不用去呢 是不是你所有开放国家都不用去呢 林郑 那有网友之前就在不同的节目都问过 那林郑是不是真的坐不了飞机 离开维多利亚港 不是向北 去西边 东边 南边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呢 Mr.D 我想 敢不敢严重 大家可以判断 你有没有留意 林郑最近 最近这几年连任期间 都上北京所谓述职 她不是在香港直飞的 有没有留意过去的那些 没有制裁之前是在香港直飞北京的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过去的时候 每次都是经深圳的 那我觉得有原因 难道贪深圳的机场漂亮吗 我都去过了 去到我都不想去的 告诉你 一进去我已经想掉头走了 但是为什么每次都在深圳 难道是表忠吗 那当然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说 因为搭不到香港飞机 为什么在香港飞机 在香港飞机用港元购买 都回答不了呢 你解一下吧 有些人不太明白 我在香港坐国航 或者东航 进去北京 有什么问题呢 我都是给港元购买的 但是最后结算都是用美金的 还有你像中航好什么航好 那些都是飞机飞美国的嘛 哦 就是类街坊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怀疑呢 为什么后来他怎么要经深圳呢 因为香港都卖不了机器 他就给他了 都不让他上机了 是不是 喂 听你这么说 就是所有国际航班 他都不用再上去 在这一世 可能北韩伊朗可以的 如果不在香港飞 北韩伊朗那些班机 不是用美元结算的吗 他买机票 啊 陆总你又搞错了 是美元不跟他结算 是美元不跟他结算 那就是说你坐伊朗飞机就用伊朗钱 北韩飞机就用北韩的货币这个意思吗 用什么钱我不知道 大中资就是这些 一定不是美元了 是的 这些邪恶的国家 可能连俄罗斯也是这样的 用盲布了 我说真的 俄罗斯的那些高官啊 普京的那些女儿啊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老婆啊 全部都刚刚也都是 给美国另一波的制裁 波及 就是说呢 她的家属啊 近亲啊 都制裁了 那林郑已经是第一手了 直接制裁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是不是真是 好像有人讲 只能隔回大湾区 就是 离开香港去 中国内地以外的地方 她都不用指引呢 我看不到她可以有地方 就是有蠟燭之地 除了在香港大陆之外 即使香港 你想想一下她今时今日这样的身世 她够不够胆一个人走出香港 在街上走出香港 在香港走出街 好了 回大陆 你知道最近大陆的小朋友不停射她 你想想如果她回大陆 我说中山有屋是吧 如果被人知道 是呀 她住的老公明下坏的 怎样都好 那住是谁住呢 如果被人点了想认得她的 我怕可能又被自杀 你记得前一段时间 以前财政部长金仁庆的 是啊 是啊 无端端在一个露台烧衣给老婆 都可以烧死自己的 那露台很大的 不是很小的那些 是不是她通风系统不灵啊 那露台是密闭式啊 好像说不是密闭式的哦 好像说不知道有多少平方米的哦 我就当是10平方米 我具体不记得 那就是如果我们算上来 如果10平方米都有100尺的哦 是不是 100尺 你那个露台不是小的哦 你不会肚烏在地下 是吧 你烧东西下去给她老婆 但是竟然说烧死了哦 你不觉得很奇怪啊 这件事 那召回来想像一下 如果林郑 但是将来在中山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哦 不敢说的哦 香港就是说的 就是不要这样就她了 就是我们 我们不是打落水 落水我啊 但是我们都 不是我会游水的啊 那我们都是 传一些善念啦 就是为她着想想一下 她现在除了大湾区 或者回去中国大陆内地啦 所谓的 一些不为人知的 偏僻的地方 都有没有机会呢 不用花美元的 就是人民币 但是问题是这样哦 有一个运输的难题 那么多现金 港元现金 是不是她要请一间押送公司 是一世跟着她来骗些现金呢 那你就金融界巨脈啦 那所以解一下话才行 不就是等同你见不见 老中之前几集不是说过的 有个台湾人说 我10亿美金现金开户口的 是不是 他虽然不要10亿 但是他那些钱都 我想都要找个 找些压运车压运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大挪大股的压运上去 那我唯一想到一样东西 你知道现在大陆 你不是说什么 用电子货币的 是 那你将你的港元 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叫做数字货币 那就是数字化咯 那你用多少 中央看到了你咯 那不怕被人抢咯 不过都害怕的 因为醒不起 如果被人抢了手机呢 他又死了 啊 连吐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啊 再说有没有一件事 他可能吐都不懂吐 你记不记得百达充 你不懂用吗 百达充那么复杂 那么高端 中国的电子货币应该更易用的 你不要看少中国科技成就先 中国科技成就我不敢看少 但是那些数字货币 我想对自我来说都挺复杂的 因为拿个QR Code出来掃的嘛 他可能在哪里拿个QR Code 就是谁啊 他都不知道 你都知道了 现在上次听过 黑衣都是用QR Code的嘛 是啊 给钱他都是QR Code的 很领先世界的 是啊 你想想想以前啊 我都是给500元的那个妻婆 是 贏带州我们看到那张 就是500元是叫做什么呢 100元是叫红帝 500元是叫青蟹 不知道是什么 大牛 那时候我们叫 大牛是 500元是叫大牛 现在好像香港就没有500元字 有有有有 1000元也有 1000元叫金牛嘛 OK OK 他给500元 那么大手笔 我想他都是希望善有善报啦 就是我这么善心 帮这些弱势人士 希望他日我自己 就是离开这个高位之后呢 都有善心的人 都可以沽念我当年 这么重手 可以捐 可以给500元给一位黑丐 那就是 喂 实际上真的和林郑想想 她何去何从呢 真是去国际又不行 搭飞机又上不了 开国际信用卡又没了 那你就刚才说电子荷包 电子荷包一定是人民币做管位的啦 那她一个月43万或者更多 可能现在加了人工 每个月四十几万 段估她都不会越越清的 林郑一定会做越光族的 怎么清啊 林郑一小子都不用的 她一小子都是用政府的 听说 是呀 她不会越光族 不但说每个月都是满满的 就是当你花十万八万 你都要三十几万 你都要当林郑有社交的 她都要验一下群臣啊 验一下朋友的 喂 就每个月三十几万 哇 由2020年8月成到现在 就是两年多的现金 真是 喂 都几百万啊 是的 如果当你三十万 你说你一年都什么 一年都三百六十万 就是了 两年就七百多万 接着她还有咬长量那些呢 是啊 是啊 还有咬长量 还有会不会 就是政府官落任之前 有一笔就是什么金啊 什么金啊那些 真是过千万不出奇啊 会燃斗斗 我估计一定不止过千万 老总 是 一定是过千万 他積这么多年的高薪 是吧 过千万不要紧 比如老总 如果你有过千万 你也不用怕的 你不会燃斗斗的嘛 但是他要燃斗的嘛 是怎么办呢 哦 这个真是 你金融界 你金融界 这么滚瓜烂熟 对中港的往来 制度的义童 就是林郑现在有求于你 希望你能够点这条 名路给他走下 老实说 我这些金融败类 就不会点名路给他走的了 如果问到我 一定是黑路给他走的 那还有呢 如果我好人呢 爽快一点 你死了就算了 你这样就不是的 你这些观众在吃饭 你突然间 整个饭吞了喉咙 差点吞死 不行了 你这样 始终他都是 香港长大的 虽然不是很生性的 搞到香港这样的田地 但是 但是 现实摆在眼前 你真的不可以 take the money and run 这次太重了 是啊 是啊 所以 所以其实 你说这个结果是怎样呢 我也想知道 6月30日之后 他怎样打算呢 到底 他 他可能可以决而一身 就是可以没有家私 没有什么 没有屋 可以把屁股走 但是钱 不能把屁股走 不拿的嘛 是不是 就算你给背囊 他背不住 也背不住 几百个背囊 是不是 那时候我亲眼见到一个客 背一千万 就是背囊 全部大纸当然 你说是香港纸 是吧 是 全部大纸 一千万 折到爆 就是几多十公斤的 可能上百公斤的 五百公斤 我不知道 大众不知我看到客 因为我亲眼见他 张张都一千元 一千元 是 那一千元是一个背囊 我了 一个背囊 那就是说 林郑都不用请那些 专业押运公司了 不用请 可能不用请的 但都难说 你这么多研究 你想想他之前 还存了这么多钱 是不是 之前他进了银行 银行那些 又要研究一下 他制裁呢 就是2020年8月开始被人制裁 8月第一个星期 之前他不是出现金的 是在银行里面的 我想请教一下你 要不要银行 都不跟他开户 要他退回现金出来 免得跟他有 金钱往来 要不要 喂 你存了几十万 在银行 一炮过给了现金 就是银行要不要这么做呢 在8月7日之后 2020年 要说存在银行那些就算了 但是继续来出那些政府的良项呢 就出现金给你 就是你可以解释吧 老总啊 我又可以讲一个 正当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遭遇给你听 那话说这个应该是2015年聖诞前后 有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那子公司不是一定上市的 那他在其中一间发钞银行 不是狮子 不是中字头那间 那他开了户口 他是没什么怎么做事的 那有几千万长期在那里 记住长期啊 是定存还是什么 定存是什么都好 总之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钱等了在那里 也不会有很多加价减减 就是等了当税子 几千万 那我很记得呢 聖诞前后呢 那家公司收到一封信 ABC公司 不好意思 我们不可以再招呼你了 什么理由呢 没说 好了 那说回林郑 你说她之前未制裁有钱在银行 那我想银行就会 林郑特首 不好意思啦 要是你被美国制裁呢 我就不可以再做你生意了 那他什么时候安排你拿钱走呢 要是我给支票你都没用 你都开不了户口 真是要认兆费那样出的了 我只能够不断想象 那些人我给支票你都没用 你怎么办 你给了本票你都不行的 怎样本票呢 你去本票就拿钱咯 你就拿钱咯 你都是拿现金 是不是 始终是现金走 那就是说 在银行那个系统呢 在2020年8月之后呢 可能就是退回现金给他 那就是说 他不是8月之后出现金 是之前那些都变回现金了 是吧 因为他不跟他开户口 他户口已经不可以存在了 ok 就是要test out 是啊 是啊 你可以那只好人好者 比如说刚才说子公司 那你给我一张票咯 你不开户口就带到另一家银行咯 可以的 但是他就不行了 哪个不跟他开 难道又是昆仑银行 噢 有些人说东莞银行这么低账啊 可能也不一定 可能也不一定 一走 不是 是不是真的有一家东莞银行啊 有 不是告诉你 在IFC那里开个分行 是啊 以前野村证券走就是东莞银行入住嘛 所以现在那里不是叫做 不是叫做国际金融中心 叫做国内金融中心嘛 叫做国内金融中心嘛 东莞银行很把炮啊 在IFC那里开 开这个banch 那就是说 如果林郑去都不是很失礼而已 不失礼 不失礼 失礼失礼 我还以为她入均嵐才行 前一陣子有没有看过一出电视剧IT9 没有看了 我听过这套戏名 有个对白很有趣的 那讲个富二代呢 就是人家问她 这里最品牢複杂是哪里啊 那这个富二代就是IFC 其实她没有讲假的 你想想现在这么多 所谓国内银行 是IFC开了这个分行进铸进去 那你看是不是品牢複杂啊 就算不是品牢複杂 也肯定不是国际金融中心 是叫国内金融中心 是不是 不失礼呢? 中国的财政实力这么强 在IFC交起租 那你这样低扁它不行啊 是吧? 人家交得到租啊 你行不行 你去开一间雪糕店啊 你都给不给租了 是不是? 老总 虽然钱不是万能 没有了也都万万不能 但不是有钱大了的嘛 为什么人家这么重视 这叫国际金融中心 因为当年有野村啊 有法国银行在里 有很多其他美国银行在里 很多国际性的银行 大大小小小上高于有分行 你现在不是啊 走到一间野村 然后你马上搬到东莞行进去 马上就全部撤了 是吧? 又不是这么说 东莞走向国际 以香港做踏脚石 那就是 又你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你去香港的IFC登陆 然后接着你又说人家国内 他红心幻象 想着直冲宇宙 又经香港 又出世界 又入宇宙 接着就进银河的嘛 就是跟这个很多国内人说 做什么都做大做强 那如果你说东莞呢 唯一有样东西去冲出国际的 不过这些可能是儿童不宜 就是他以前的色情事业呢 是全世界都学他的 是全世界都学他的 你说中国大陆里面? 东莞 哦 东莞以前的生活 你说说说 由东莞人后 又变成了东莞的风月场所 或者是风化行业 或者是性服务行业 可不可以文雅一些呢? 那你说他冲出国际嘛 现在是国际和他接轨的 真是 真是和东莞接轨 很多国际人士都光顾 我们就扯完了 不要说东莞的 因为好像都昔眉了 东莞的风月事业 因为台商撤出之后 我所知道就已经一落千丈了 不要赖台商 就是 我想所有 男的呢 都十个九个都是什么的了 都会是这样的 小心点 小心点 是什么 自己想到了 很安心这件事 好吗? 这么说 你懂的 你懂的 但问题就是现在 我们国内 整天都说掃黄打黑 这样 那以前东莞黄成这样 当然是打你了 是不是? 所以就没了 现在听说东莞治安很差的 就是没了看场那里 都看着 我们进番称题 不要拖那么远 是 林郑看来 现在都没有一个妥善的方案 安顿她 真的 无论在地点 这个国际金融交易的渠道 因为我们是一个金融圈秘密 很想从你的秘密渠道 看看林郑如何可以达围而出 可以令到她自己下半生 现在都六十四、六十五岁了 好像说她六十四 应该都快到六十五了 他属鸡 就算了 是的 应该是1956 应该是56年出生 应该是吧 或者57年出生 反正她都要退休 要做事 那现在以家庭为重 是家庭召唤她 够钟回家了 所以现在她是回家了 就是我想 大学我怎么解决他认凌唤的问题呢 我想我有件事可以想到的 那将她一些港酯布效祖国 祖国双应回借人人币 即是所谓的数字化、电子化 现在港资还是美金 祖国又可以多些美金花 想港币划了美金 也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做法 习近平应该很高才对 是啊 但沒辦法了 搞成這樣也要借人頭一樣 也要斬我除根 那不是 他還是落任之後 國家都會位於重任的 聽說董建華年事以高身體就不是很舒服 隨時董建華現在有那個國家級的職位 到時有一年半載之後就落到林鄭的身上 林鄭到時又是國家領導人 所以你不要說話說得那麼準 我一向都不準 其實我經常都祝他萬壽無疆的 不是長文八歲的 萬壽無疆就好些 起碼都過份超過一百 老總 我還沒說完 我還有前面那句的 我經常都祝林鄭中風不死不動 不得萬壽無疆攤在床上 養他一輩子又怎樣啊 有大把錢隨時可以現兜兜 不用你去銀行 馬上就可以收錢 不用了 當時很多香港人喜歡養他 很多香港人養他一輩子又怎樣啊 千萬不要死啊 雖然我是敗類而已 我都不就他死啊 是不是呢 因為都看著你 哇 姑念你還有那麼多現金 都幫你洗一下那些錢 不要讓你萬景淒涼 還有很多服務可以提供的 好 今次這一集就是為林鄭 就是為那些未來的金融的安排 都出謀建策 看看可以怎樣解決 暫時有沒有一個良方善策 不過我們就開了個頭 如果網友有更高的見解 有更加的solution 解決方案不妨就留言區可以講清楚 讓林鄭得到各位網友的高見之後 可以解一解她的憂愁 讓她不用路得這麼快 好 今集多謝Mr.T 我們就講林鄭的金融前途就講到這裡了 下一個星期下一集再跟大家談 好嗎 Mr.T 好 祝各位網友大家放藏雙眼 看怎麼發展 好嗎 好 謝謝各位 好 記得subscribe趕絕回 給like share和comment 幫助我們的影片 Mr.T的高見可以多些人 在網上可以聽到看到 好 那下次再談 拜拜 拜拜